哈囉 看一下時間 今天日期是2018 我們也是三星期一天 星期一上午10點 四十三 夜襲的是延續前一則 ESL2010 41則 多重蝦拉式選單 那記得在30 就是從39則開始 就是一系列的一個 標格 裡面的一個設定 好 那此則是 四十一 延續前一則 多重蝦拉式選單 好 解一下 是一個重要概念技巧實用體 那記得 從39則 看一下 39則開始 這是一系列的 那個標格子 就是裡面的內容設定 OK 好 那因為熟練度問題 剛才有練了一下 等一下 比如說我這個 之前 有練習過的是 四十 名稱定義名稱管理員的一個方法 這邊有呈現這個 然後呢這個 V欄位 就是 一定要依照 它的一個順位去設定 比如說我這個收支類 好 看一下 收支類之前怎麼設定 我再來複習一下 比如說選取範圍 然後資料 資料原則 好 了解一下它的流程 點太小 呈現一個方框 然後看一下 預設是 任意指 然後點清單 然後來源呢 根據哪裡 收支類 用兩個活躍棒 就旁邊收支來源 點太小 然後這邊 點選範圍 然後呈現這樣 確定要跳牆 然後這邊呢就可以 直接一個選單 然後比如說 支出 好 自己點選 加收支 這樣 等一下 開之後呢 現在我要練習的是 旁邊這個類別說明 那這個地方 比 就是這個C的欄位 比 B欄位 稍難一點 所以要加強一下 專注力 好 切入主題 就是此折的重點 等一下 41 多從下拉式選擇 應用方法 比如說 我現在點一下格子 好 記得不是點選範圍 之前這個送禮指數 是點選範圍 那我現在因為 要依據前面這個 V2的這個 欄位 一個一個這樣對 所以點格子就好 然後這個地方比較容易出錯 點格子不是點範圍 對方也是錯的 好 點格子 OK 接著呢 按照流程 這個 這個 一樣 跟前面那個收支 也是一樣 好 這些方塊 遇上任意 然後點 清單 好 來圓這個地方很容易出錯 要點怎樣 思考一下 那我剛才去查一下 這個 這個 google 這個 in the root 這個是間接的意思 手工打上 等一下 看那去 嗯 開太多 等一下 好 先打上等於 然後 i n d i r e c t 八個字 大寫小寫都可以 i n d i r e c t 這一定要記得筆記上 很容易忘掉 它那個走得平凡 因為畢竟是英文 i n d i r e c t 然後刮虎 根據哪一個格子 收入 要用手動打 V2 好 看一下前面這個收入 V2 沒錯 然後刮虎 瞭解一下它的公式 好 在這邊沒有人出錯 OK之後呢 按D i r e c t 刮虎V2 OK這樣確定 好看一下喔 這邊有一個按鈕的呈現 本來沒有 那我剛才是針對這個格子 所以這個是沒有 好再看一下 測試一下 比如說收入嘛 這邊就呈現收入 比如說是利用金呢 或者是紫薪資或者是利息 好 自行點選即可 那下面這個呢 這邊沒有的話該怎麼辦 好 這是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複製貼上 然後再點它 然後呢 往下拉去 那這樣拉會成這樣 所以呢 等一下我先還原一下 先把這個 下面這個 點選的字幕先點掉 之後點它 然後再往下拉 才不會複製貼上 那這樣複製貼上 那這樣複製貼上 就不一樣 概念就不一樣 比如說我現在 點下面這個 點上面這個 好 支出 對應者就是支出 好 OK 已經設定完成 然後我再看一下哪裡 這是一個間接傳送的一個概念 好 再重新設定一下 假設我要把剛才設定的 底率 一樣就是資料 資料認證 然後呢 全部清楚 確定 好 時間應該夠了 再設定一下 好 這一次喔 先點個人資料 然後呢 資料 資料認證 點它一下 好 這些方框一樣 然後呢 點選清單 來源呢 是 等於 好 i n d 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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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 刮虎 前面這個格子是根據V2 這個格子 手動打刷,即可 然後刮虎 看一下它缺點 然後呢 這邊看一下 好 OK之後 下面這一個 它會 根據這個 滴成 大概這個就好 先把這個內容取消掉 然後複子 貼上 即可 就會呈現按鈕 每個格子都安 然後再點選收入支出 這邊對應它 支出選擇 收入支出 再用對應 那如果這邊沒有的話 這邊就沒辦法呈現 那這邊有才能呈現 好 以上 來解開一個操作流程 以上是 也是201041多重下拉式選單 很重要的概念也很容易儲存 那它的一個英文的字母 我用手寫 再寫一下 IN IN EIR ECT 這個字母一定要瞭解一下 看一下 IN DIR ECT 刮虎 好 等一下 看一下 多重下拉式選單 等於IN DIR ECT 好 八個字母親 刮虎 然後兩個欄尾V2 好 接收操作 很簡單 很容易儲存 看一下 か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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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